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他们登顶生命的高度 当你真正的站在珠峰面前飞向他的时候 他就在那儿一动一动 赞他们革新生命的灵活度 我一个残疾人做的都比你正常的好 我有什么值得之类的 赞他们打出生命高光的亮度 我不害怕失败 如果你不失败你怎么知道成功的滞味 赞他们迸发生命能量 不断突破自我强度 极限运动是你自己的极限 不是这张运动的极限 在河北石家庄的一所大学校园里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群年轻人 他们的脚上踩着一种看似轮滑的特殊装备 游走在学校的各个角落里 所到之处总能吸引到一些好奇的目光 这是一项怎样的运动 这些年轻人脚上的装备又是什么 别着急 马上我们就会走近他们 这支团队名叫NAS 他是小泽 是这支团队的队长 据他介绍 这种特殊的装备 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做飘移板 该板是从美国兴起的一项新潮运动 2004年 他由美国的极限运动白家瑞允发明 他的设计领感来自于高山滑雪运动 由于很多动作都和高山滑雪十分相似 跳移板又被称为陆地上的滑雪运动 但和滑雪板相比 跳移板显然更为小巧灵活 别看飘移板个头小巧 但他的花园和技巧一点也不少 比如说翻板这个基础动作 它可以演变成单翻 双翻 双翻换 比如说交叉这个基础动作 它可以演变成交叉放板 交叉踢板 交叉翻换 比如说钩板这个基础动作 它可以演变成 钩板180 钩板720 双钩 当然这些基础动作 还可以更酷炫地在U驰上完成 比如说U驰的U驰翻板 U驰抱板180 所有的这些基础动作 可以任意组合搭配成千百种 更炫更酷的动作 刚开始我们接触飘移板的时候 它还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运动 在大街上根本就剪不到 身边也没有人会玩 然后我们自己也都不会 所以就跟着网上的视频去学 然后一点一点相互扶着 相互鼓励 一向在国内几乎是空白的体育运动 没有任何的指导和教学 动作技巧是什么 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练习 一个切一个的问题 让Mence板队的小伙子们 伤透了脑筋 我们去练的时候很吃力 但是又有一颗不服输的心 我们就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去练 比如说蹬跳这个动作 蓝脸就在落定的一瞬间 因为板在空中停留的时间比较长 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往往会踩不准板 因为轮子的旋转会改变板的轨迹 蹬跳通常是指运动员操控飘移板 上下台阶等障碍物 但是由于飘移板并不像轮滑鞋一样 是固定在脚上的 因此运动员在进行蹬跳时 往往要借助手部动作进行辅助 队里的阿凯是个蹬跳高手 然而即便是对他来说 八级台阶的蹬跳 也是一道似乎无解的难题 不过阿凯从未想过放弃 因为他相信坚持总会有所回报 2016年全国飘移板大赛 就是凭借着这一跳 阿凯成功夺冠 这也是大赛上唯一一个 八级台阶蹬跳的成功者 小峰16岁 是队里最年轻的队员 凭借着过硬的技术 2017年第一次参赛 就在全国飘移板大赛中 一举把冠军收入囊中 而小峰的出现 或许也代表着 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加入到这项运动中来 感受这项运动的魅力 从2009年至今 Mans飘移板队 已经从一个 只有几个人的小团队 逐渐发展成为一个 拥有数百名会员的 大型俱乐部 并把这项运动 带到了全国各地 基本上我们 Mans飞移学部的这些人 都是大学生 然后等他们大学毕业了以后 基本上都会把 飘移板带回自己的家乡 因为每个玩飘移板的人 都想让这个运动推广开 所以说他也会把 飘移板交给身边的人玩 如今在中国的大部分省份 都已经有了 飘移板爱好者的身影 这项曾经有些小众的运动 正在逐步走入大众的视野 而更让Mans版队的 小伙子们自豪的是 这项过去只能靠 模仿国外高手技术动作 来进步的运动 如今也开始有 自己原创的动作 吸引外国高手的注意 最近我们板队的技术担当 王伟老师创造了一个 非常难的动作 我们给他取名叫Massup 这个动作全国只有他能做出来 不不不 咱们谦虚一点 是全世界只有我才能做 那么这个全世界 只有一个人能做的动作 究竟难在哪呢 因为飘移板不像轮滑 是固定在脚上的 所以大家在完成 街区动作的时候 都习惯用手来辅助完成 比如说阿凯的灯跳 就一定要先用手 抓住飘移板 在脚点地完成 但是Massup这个动作 是纯粹依靠脚来控制 完成上下灯跳的动作 Mass团队设想 不用手 而是仅仅使用双脚的力量 夹起飘移板 带上抬机 然后用双脚 找到飘移板 并控制飘移板 继续运动 理论上虽然可行 但因为人的脚 远没有手部灵活 任何一个操作失误 都会导致动作失败 因此设想出来之后 整整三年 也没有人能够真正完成 直到2018年 王伟让理想变成了现实 我们给这个动作 起名叫Massup 它代表了Mass团队 积极向上 追求更高的理想 这个动作 我们团队构思了 大概有三年的时间 其实一开始 我并不相信这个动作 真的能做成 但是当我成了之后 我觉得飘移板真的是 潜力它是无限大的 我觉得在这方面 我们还可以做得 更远更高 三年风霜挪一切 Nassup的出现 意味着Nass团队的小伙子们 真正走上了一条 属于自己的技术发展道路 不过小伙子们的想法 还远远不止设计 一两个动作这么简单 在石家庄市 北方创业孵化园里 有一间小小的创业工作室 这里是Mass飘移板队 新的梦想启航之地 我就想自己去做一个 飘移板的品牌 然后就是我们自己设计 然后生产我们自己品牌的飘移板 从碗板到质板 其中的转型困难不言而喻 第一批产品第二批产品 我们自己做的有很多的漏洞 很多的切线 在我们原来使用的时候 飘移板的这个面都是平的面 但是我们使用的过程中就发现 它其实对脚的包裹不是特别好 而且在做动作的时候 会有一定的局限性 所以我们这个产品做的时候 就把这个面做成了糊面 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脚的包裹 是非常好的 而且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 它会给你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然后慢慢的 现在这款产品还是比较成功的 其中有几个改进的地方 已经申请专利了 上线当晚 Nance飘移板第三代 就被守护在电脑前的 飘移板爱好者们强扣一空 而这也让Nance版队的每一个人 都欣喜不已 这个运动带给了很多改变 如果我没有接触这项运动 我可能现在是另一个我 一个我并不喜欢的我 但是我很喜欢我现在 我觉得我是充满正能量 我是一个有梦想 有追求的人 我就是想去反补这项运动 我们想推广给更多的人 让他们也享受 飘移板的乐趣 如果说 飘移板让Nance团队的小伙子 感受到了运动的乐趣 并且愿意将这份乐趣 传递给更多人的话 那么在深圳 一个叫陈聪的年轻人 同样享受着一项时尚运动 带给他的快乐 很多人听到飞盘的时候呢 都会觉得飞盘是跟狗狗玩的 但其实玩飞盘的人更别 我叫陈聪 玩飞盘就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陈聪正在练习的 是一个叫做 极限飞盘的体育运动项目 极限飞盘呢 是一项有着专业比赛的运动项目 它是在长100米 宽37米的草地上进行比赛的 没有生理接触 男女混合 进攻方呢 通过传递不同的飞盘路径 躲避防守方 然后到达得分区 队友接到飞盘 回之得分 由于极限飞盘运动 严格限制了身体接触 所以通过飞盘的高速旋转 去实现最极致的飞行路线 让它既能够避开拦截 又能准确送到队友手里 这就成了 每个顶尖飞盘手的终极目标 而在这个领域 曾获得过全国冠军的陈聪 又是绝对的高手 其实玩飞盘的话 它对场地的要求其实不高了 草地也可以 沙滩跟前海其实也是可以玩飞盘的 可以有更多人来参与这个运动 欢迎来到飞盘的世界 跟我一起来挑战 陈聪和他的两个小伙伴 已经准备就绪了 今天他们挑战的是 三角远距离船盘 远距离也就算 还有将近十米的高度差 这个挑战 他们能够完成吗 好 来 远距离船盘 看似轻松地完成 但是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你在场上 比如说一个空间里面 投掷的飞盘的路径 到达的那个地点 你需要通过一些精准的计算 包括它会花多少时间 到达哪个点 才能让你的队友 在指定的区域内 让他接到你的盘 在比赛过程中 制胜的关键就是精准度 飞盘在我手里 我想让他去哪儿就去哪儿 古迪也想要做节目 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难的投掷挑战 跟我来喔 我要从三楼看不到的地方 打到一楼的目标 陈聪所处的就是平台的三层 而地标则在二十米外的一层 这个挑战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呢 这个挑战对我来说 还是第一次 挑战蛮大的 它前面有一面墙 我左前方 右后方 又有一面墙 所以挡住了我这一方面 出盘的这个空间 最难的一点就是我看不到这个盘 我完全看不到 所以就是我在打之前 我会去看别人 然后在我的空间 我的脑海里 这种空间形成这个盘的位置 终于 陈聪的第一个盘要出手了 打中了 在下凉飞 苍州地球上北岸 九岁 就死了 也要做下几个小柜子 给我第一次放手 京城团结 看他们如何对抗死敌 将机会是金牌剧场 每晚七点半 飞鸽战队 热血上演 终于 陈聪的第一个盘要出手了 打中了 很可惜 就差一点 在简单的调整状态之后 第二个盘接着又出手 我真的没有想到 刚才花了这么少的时间 就把它投到了 超开心 超激动 在属于自己的飞盘世界里 陈聪总是可以很放松 每一次的精准出手 带给他的 就是这种由衷的喜悦 和巨大的满足感 他热爱这项运动 事实上 这些年 极限飞盘 已经和陈聪的生活 密不可分 在2006年 那时候刚接触这个运动 因为当时在国内 玩飞盘的人呢 还是很少的 那当时就是 连买极限飞盘这个器材呢 都是买不到的 但是在国内又买不到 在国外买又很艰难 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说 那要不几位小伙伴 大家就是合力 然后来想办法 做这样的飞盘 2006年 陈聪开始创业 研发自己的飞盘 这些是我们国内外客户 定制的 各式非常图案的 飞盘产品 这边这一块呢 是我们打包好的产品 准备发往 世界各地的产品 那这边是一块特殊意义的飞盘墙 这一片呢 是2007年产的全国第一片极限飞盘 那这个印射 USA Ultimate的175克 还有145克的极限飞盘呢 是同时通过了世界飞盘联合会 还有美国极限飞盘协会的认证的盘 那代表我们成为了全球第二家极限飞盘全年龄段的品牌 除了研究性能更卓越的飞盘之外 这些年 陈聪还时常走进深圳的中小学 去教孩子们学习飞盘 他希望用自己的行动 让更多的人认识这项运动 加入这项运动 第一节课他就跟我们说您可以叫我聪哥 我们打熟了就开始这样叫聪哥 他全盘都稳得不行 很少有失误 画出来这样给 画出来这样给就可以了 理解吧 你们不要用身体去钻出去 下午玩飞盘 然后运动起来之后晚上的学习效率反而会更高 高三压力也是需要通过运动来缓解的吧 现在的学生的学习任务都非常重 然后很多学生现在都不运动 但是这个极限飞盘你看一下 就是场上有女生也有男生 然后大家都很愿意去玩 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就是说在学习以外去享受个运动 然后而且还很友善 而且很投注 所以看了其实蛮感动的 因为极限飞盘 陈聪收获了快乐 运动也让他的生活变得充实 而几乎与此同时 在四川西城 一个行走在街巷街的年轻人 也在感受着一项运动打来的充实 游游球很多人把它看作是一个玩具 但实际上游游球 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手术极限运动 我是罗亦成 也可以叫我白水 我是一名游游球手 事实上作为一项风靡世界的手上技巧运动 游游球经过多年的发展 不仅创造出了种类繁多的技术花式 还衍生出了正规的国际赛事 而作为亚洲冠军的罗亦成 则是这项运动在国内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游游球主要分为五个主别 就是1A 2A 3A 4A 5A 1A是单手绳上画式 2A是双手回旋 3A是双球搭线 4A是离绳组 就是游球的绳子和这个球脱开 5A是离手组 是在这个绳子的末端拴一个小球 我主攻的是1A单手绳上画式 我介绍几个1A的比较高难度的动作 甩铁塔 甩铁塔动作是游游球1A的一个 非常代表性的一个动作 它结合了绳系 高难度的绳系和这个图形系 两个元素 这个需要非常非常多的练习 而且光是这个动作的原理 可能都要花 我们当时都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去琢磨 我呢在国际上被称为接扣大师 连续接扣它是有非常高的风险性 需要把这个游游球的这个绳扣 丢出来丢在空中 从空中飞过一段距离以后 再用手指去接回这个绳扣里面 这个需要非常高的操控力 然后需要非常好的动态势力 2008年 罗逸诚在世界悠悠球大赛中 前所未有地运用了多次连续接扣技术 震惊了全场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 这次经验演出的背后 罗逸诚到底经历了什么 从05年到08年 我每天都要练习一千多次接扣 这还仅仅只是接扣 事实上四年时间 罗逸诚的每一个动作 练习次数都达到了几十万次 悠悠球俨然成为了 它身体的一个部分 而且为了锻炼自己的抗干扰能力 罗逸诚还经常有意识地 改变训练的环境 包括人多的地方 人少的地方 开阔的地方 高的地方 矮的地方 都要去尝试 都要去习惯 罗逸诚的心血没怀废 2008年世界悠悠球大赛 凭借这套动作超高的难度 他一举拿下了 第一位组的第四名 这也是迄今为止 中国内地选手 在世界悠悠球大赛上 取得的最好成绩 可是当罗逸诚走上领奖台时 却意外地发现 他找不到那面熟悉的五星红旗 他立刻找来现场的工作人员询问 就问这个主委会 问他们为什么没有五星红旗 然后那个主委会当时就向我道歉 说他们没有想到有这个中国的球手来参加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中国人能够站上领奖台 这个也是当时感到气愤的一个原因 所以之后呢就手绘了一张五星红旗 这就是罗逸诚当年手绘的五星红旗 自此之后的每一届悠悠球世界赛 主办方都会准备正式的五星红旗 我玩悠悠球这个时间太长了 就从98年到现在 玩球已经20年了 用过多少个悠悠球 可能几千个吧 由于这些进气级悠悠球 都具备精密的轴承系统 和高效率的回收系统 所以必须定期对它们进行保养 悠悠球本身也是一种体育器材 需要适当的保养 才能够发挥最佳的状态 在桌案前 这个似乎时刻充满着 爆炸力的悠悠球手 突然又展现出了它细腻的一面 每一个步骤都一丝不苟 每一个动作都小心翼翼 似乎对它来说 悠悠球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体育器材而已 可以说悠悠球拯救了我 因为我从小呢是一个囤积卵硕患者 这里是没肉的 不能够参加剧烈的运动 所以像是打篮球 踢足球 都是能站在场边看着 然后就有时候就有一种自卑感 就觉得好像自己是不是不如别人 然后总想证明自己又找不到什么东西 直到后来遇到了悠悠球 然后悠悠球让我认识到自己 也可以是非常自信的 也可以是有自己的舞台的 我一直是把悠悠球 作为自己的一个同伴 一个事业 生命的一部分 可以说整整20年的练球生涯 悠悠球早已成为了罗逸成生命里 不可或缺的一个伙伴 一个交心的朋友 这个朋友帮他摆脱了身体疾病 大量的自卑 陪他站上了世界舞台大放异彩 更让他有勇气去面对今后生活中的一切考验 除了继续练习悠悠球 罗逸成也在西城的一所小学 担任这里的悠悠球教师 他希望把自己从悠悠球当中领悟到的正能量 交给那里的孩子们 大家喜欢悠悠球吗 因为很多小学的孩子 他们在学校里面都很喜欢玩悠悠球 但是却不知道悠悠球怎么玩 缺乏一个系统的教学 我们的培训班到现在有几个月的训练时间了 然后这些孩子 你看到他们已经可以玩一些 感觉很不错的一些招式 像是铁塔搭线 现在他们已经能够就很自信的到台上来展示给同学看 我会什么 我也希望他们在学习悠悠球的过程中 能够学到一些 就是关于我们包括自信 坚持 在他们以后的人生里面 我希望能够给他们起到一些作用 一些帮助 在他们的生活下级别大一天 re面 所以 我们不合格 我充て 你会看 我 我 听 我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